大家好,我给大家讲一下中国的戈尔巴丘夫胡启利 他提拔的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静 这个职位不起眼 很不起眼,但是却意外的发现了操盘手的野心 操盘手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习近平下台的可能的五大模式 胡耀邦模式,齐奥塞斯库模式,戈林模式 这个我都快进到我快跟不上了 华国锋模式,四人帮模式 这五种模式都有可能 但不会是完全一样 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 等到习近平正式下台之后 我们再来总结这段历史 就会发现 习近平下台的模式和这五种模式 哪一种是最相似的 但也不会是完全一样 最后肯定会有一种模式 是和习近平下台的模式是最相似 但是其余四种模式 可能也会有一两种模式中 某一个点和习近平下台的模式很相似 但是其他地方可能就不一样 我们很快就会见证这段历史 快就是四个月 半年,慢的话就是一年 我回复一下网友的评论 说胡振华目前只是中央委员 怎么接政治局常委才能做的工作 这个回复的质量比较低 唯一的价值就是能够让我引出话题 捧肝 谢谢 这就不是按部就班来的 这是改朝换代 现在就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习近平打权在握 这个由于有太多的迹象 太多的证据 如果非要坚持习近平打权在握的观点 那我也没办法 另一种可能就是习近平下去了 首先这肯定不是习近平他主动下去的 那操盘手他怎么办到这一点呢 我不知道 但是既然能办到这一点 就不会再给习近平留任何的机会啊 他就是大清洗啊 就是这个四十八模式 文革有两次 一次是文革 一次是反文革 那文革之后 邓小平和陈云把文革中的官员 全部都清洗掉了 只有少数官员被陈云保了下来 那现在也是一样 历史只会重演 是重演哪一段 哪一部分而已啊 这名网友说 那蔡奇丁薛祥一届美满就下课 官方总要给个罪名吧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再说就不说 丁薛祥就不说 单说蔡奇 这个蔡奇还用找罪名吗 这低端人口这一件事情 还不够宋秦城吗 北京市委副书记 他空缺了三年 张延坤 是张福森的秘书 张福森是胡锦涛清华大学 1959年同一届的同学呢 孙文凯担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 等着给张延坤当大秘 张延坤就是被习近平卡着 一直上不去呢 后来孙文凯去给北京的 后来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伟 当大秘养 刘伟 是北京市委副书记的职位 他比较高 蔡奇也无法决定 只有总书记或者总理啊 就是习近平或者李克强 能决定的 但毕竟是北京的副书记 那蔡奇当时是书记 蔡奇在其中起了什么角色呢 那现在刘伟已经当上了交通部的党组 书记马上要当部长啊 那蔡奇想跑 蔡奇没有罪名啊 你是不是在搞笑啊 下礼貌 差点就被蔡奇免职了 差点就要躲到浙江的 袁家军那里去避难啊 那包括尔大前 蔡奇他去北京卫戍区 那想搞定富文化 富文化是江泽民的人啊 这能说蔡奇没有罪名吗 这不把蔡奇送秦城啊 那就是宽大处理啊 李克强和汪洋也没到68岁 不照样下了吗 那不存在中间的状态啊 操盘手如果大权独揽的话 那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 杀人谁不会啊 如果大权在握的话 生杀欲夺的大权在握 那不就是让谁上谁就上 让谁下谁就下嘛 操盘手当年又不是没开过墙 没镇压过 我就说两个胡耀邦的事情 大家就能明白啊 那这个人可能是共产党啊 广东省官厅的人啊 不管他是什么人啊 他说的这句话就挺搞笑的 体制的良心 胡耀邦这代表了一种流行的看法 就是很浮浅 他对政治没有任何的理解 被共产党洗脑的人 才会这样认为啊 我不是说胡耀邦他有多坏啊 而是这种说法根本就不是真的胡耀邦 或者说立体的胡耀邦啊 历史他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我给大家说两个真实的胡耀邦是什么样子啊 那还是赵紫阳的话 改革历程啊 这是最权威的资料 所有好的资料都有半部文语至天下的效果啊 任何一个好的资料 我们看懂了之后呢 就能理解一半的中国现代史 现在我今天我给把这段资料再换个角度 给大家解读一下 那赵紫阳这段话 他提到了这么几个官员啊 公安部长 阮虫 中组部长 魏典刑 人民日报 钱里人 文化部长 王盟 就赵紫阳说这几个人都是胡耀邦的人 中组部 公安部 哪个不是实权部门 哪个不是位高权重的部门啊 全都是胡耀邦的人 你包括1985年 胡耀邦直接干下去 一百多个老干部 直接退休了 当然了你可以说 那都是邓小平或者陈云干的 那但毕竟是 胡耀邦在前台执行者呀 这一百多个老干部是什么概念呢 都是正部级或者以上啊 那现在中国一共就 31个省委书记 31个省长 正部级加起来62个 当然还有国务院的部委啊 中共中央的正部级啊 那正部级中国现在一共就300个人吧 当年可能因为文革之后 反聘了很多老干部啊 人员比较臃肿 那不管怎么说吧 你就按照现在300个正部级 一下子干下去100个 这得多霸道啊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 中国政坛上还有胡耀邦的徒子徒孙呢 虽然不多 胡耀邦都下台35年了 现在还有一些徒子徒孙 就是现在还能有幸存的 就说明胡耀邦当年 他不知提拔了多少官员啊 就是别拿豆包不当尴尬 胡耀邦怎么说 也是一任的总书记 他是干了他好几年呢 赵紫阳他干的时间短啊 这是独裁国家的总书记 哪个总书记打拳在握的时候 他不是杀伐果断啊 没有权力那是没有办法 一旦打拳在握 他不把习近平杀的片甲不留 那能把羞吗 习近平为什么在权力达到顶峰之后 迅速跨台啊 任何事情都是盛机而衰 抗龙有悔 约满则亏啊 大权在握的时候 那抓人杀人 这有什么难的呀 难的时候 难的是有权的时候 还知道收敛 这才是最难的 有权还能谦卑 这是最难的 就这名网友的理解力比较高啊 当初二十大 习近平把李克强和汪洋都逼退 这不就给操盘手埋下了 那现在李克强 现在习近平和他的马仔 都必须我退的理由吗 当初但凡留下一个敌人在朝堂 都不至于如此 对啊 围城必缺 那习近平把人逼急了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再说了 对手已经成了 他不是习近平自己主动下台的 那自然就不会给习近平和他的马仔 留任何的位子 改朝换代 前朝的人自然是永不顾用 要不为什么要大规模的跨省调动官员呢 就是要把习近平所有的官员都清洗下去 一个不剩 权力是排他的 中国的政治斗争是相当的残酷的 我们看热闹的 以为是国家家呢 实际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啊 这是独裁国家的政治斗争 它不是民主国家的权力和平交接呀 秦成就该装修装修这个总统套房给习近平预备好了呀 习中勋的白手套 重庆政法委书记陆克华被抓199594年5月到1996年7月30岁的陆克华担任中国建设部房地产业 市市场处的副处长啊 当时的司长就是谢家锦啊 谢家锦是华侨城独立董事并曾经持有23400股的华侨城股份啊 华侨城的董事长呢张震高曾经是习中勋的秘书 那习远平的白手套孟凡丽2023年7月31日曾经专门会见过张震高啊 1997年8月到1998年7月陆克华挂职广东省湛江市市长助理啊 当时湛江市市长叫做庄李祥 1981年1988年1月呢 习中勋曾经在湛江市住二十多天呢 庄李祥担任广东惠阳地委书记办公室主任呢 办公室副主任呢 曾经和习中勋有交集啊 2000年2月 陆克华担任建设部住宅与房地产司副司长 2004年6月 担任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的主任啊 这个中心主任已经是正局级了 也就是说陆克华副局级和正局级都是汪光涛提拔的 汪光涛是彭丽媛和罗建马兴瑞的哈尔滨帮 和于正生一毛钱关系也没有啊 这个于正生还挺能被锅的 孙志刚明明是吴关正的秘书 最后也说成是于正生的大秘 那是吴关正他硬塞给于正生的 当时邓小平死了 混淆还没上位 没得我当上总书记 正是邓小平派系最虚弱的时候啊 这温大宝的亲信李希的已经抓顺手了 再抓只能抓习远平和习近平啊 把这个 习中勋的妈仔都给抓了呀 习近平就是中国第一大贪官 习中勋是中国第二大贪官 习远平是中国第三大贪官 彭丽媛是中国的第四大贪官 习近平的小姨子彭丽娟是中国第五大贪官 习近平的小姨子彭丽娟的老公徐兴建 是中国的第六大贪官 习近平必须进秦城啊 习近平蔡奇丁修想必须传下 习近平提拔的所有官员 运气好的可以退休 那不然只能进秦城啊 这是改朝换代 习近平所有的官员都会被清洗掉 一个不留 那卧榻之盼 岂容他人酣睡啊 那这名网友说 不可怕是余政生打命啊 最后就会发现 原来忠于习近平的人啊 最忠于习近平的人 原来是海外雇中啊 以前有个笑话就是说 第一个人说我反对薄熙来进来 第二个人说我是支持薄熙来进来 第三个人说我就是薄熙来 我估计用不了半年 这个笑话就会变成了 第一个人说我是反对习近平进来 第二个人说我是支持习近平进来的 第三个人说我就是习近平 等到习近平在中国被打成反革命 那个时候真的就只有海外雇中 可以支持习近平啊 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胡启利啊 中国的国家体育总局的副局长李靖 他原来是宁夏师范学院的等委书记啊 宁夏师范学院刚刚改名叫做宁夏师范大学啊 大家想想是谁在拍这个马屁啊 那之前他叫做雇员师范专科学校 在之前他叫做六盘山大学啊 1975年7月10号 中共雇员地委向自治区申请在雇员县黑城 齐家宝原武器干校的基础上创办并筹建六盘山武器大学 那筹办初期由中共雇员地委副书记胡启利 兼任学校的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和学校筹备小组的组长啊 也就是说胡启利他就是这个宁夏师范学院的创始人啊 兼学校的第一任党委书记 当时是文革叫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的组长啊 那雇员这个地方呢 他叫做这个地区他叫做西海雇 这是中国最穷的一个地方 那宁夏师范学院 这么小的庙 这么穷的庙 他不可能再有别人了 而且胡启利他在李静担任正初级的时候 他回这个宁夏师范学院去参观过啊 别人可能也不知道胡启利为什么回去啊 2020年10月19日啊 国家体育总局 任命了李静担任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党委书记主任啊 中国体育博物馆的馆长 大家看多了就知道 他操盘手他在想什么 他想干什么 之前我说了 国家体育总局啊 这是习近平的地盘 习近平的官员比较多的 但是即便如此 在习近平大本阳 在习近平的全家统里 操盘手也没有放弃啊 我们看李静本人是怎么说的 我所有的资料都是尽量采用他本人的说法 当时人本人的说法 李静写的这篇文章啊 李静是祝福凝师的明天更美好 同志们战友们向大家报告一下 按照中组部 国家体育总局党组 自治区党委的安排 我要惜别朝夕相处的你们 离开四季儒家的凝师 奔赴新的岗位工作 撒仔凝师人 终身凝师情 那这里面几个关键信息啊 中组部 国家体育总局党委 宁夏自治区党委 能把这三个部门管起来的 协调起来的能是谁啊 撒仔 就李静本人说的 就是在宁夏师范 他工作了三十年 这个就是 可以在一个侧面确认一下 他就是 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胡启利的人啊 大家想想 2020年10月 谁能想到操盘手 能干翻习近平啊 那当时操盘手 就在习近平的大本营 这国家体育总局里头 这一个偏僻的岗位啊 中国体育博物馆 如果说国家体育总局 是个二线的岗位的话 那么馆长 就是二线岗位中的 二线岗位啊 但是级别 他也是正局级啊 就操盘手 往这个国家体育总局 塞了一个人 现在把他提拔成 副部级了 这件事情就揭示了 操盘手的野心啊 任何一个正部级单位 操盘手都没有放过 都有布局 他就是要把习近平 所有的官员 都干下去 一个不留啊 他卧薪尝胆 这么多年 为了什么呀 他没成也就算了 一旦成了 那绝对不会心词手软啊 我说过 胡耀邦 操盘手 任何一个总书记 他都不是吃素的 都是心狠手尬的人啊 都是独裁国家的总书记 好的 谢谢大家